你坚持你那些原则有什么用 坚持不下去就算活 人不应该只是活下去 韩律师与关涛终究不是一路人 关涛从来不当法律师生意 立志于用法律保护自己与他人的权益 而韩律师每一次都在犯罪的边缘疯狂试探 关涛最终受不住韩律师的压迫 选择离开原公司 打算成立与好兄弟成立自己的公司 方连律师事务所 公司随小但盛下口碑好 而此时的何幸福 因为与村里的矛盾 只能背井一乡与赵富道城里打工赚钱 何幸福很懂得捉住时机 任何能赚钱的机会都不会放走 直到进入关涛的力所当清洁工 也从不会觉得自己的工作卑贱 与关涛工作久了之后 两人的三观是高度的相似 何幸福更是从一名清洁工当上了公司的前台 也不放过任何一个可以学习的机会 最终方连律师也发展成为大公司 而韩律师为了钱呼唤 竟想一招搞垮关涛公司 何幸福都暴怒 大西会有证目 判斟全剧最经典一幕 最终韩律师的大结局 被自己仰在公司的想三举报 吃起了老板 果然愿有弱报善有善报 对此喜欢这部剧吗 欢迎留言评论